照片里头清楚看到罗姓男子的背部满是红肿伤痕 就连左手肘也被打伤 事情就发生在19号下午 罗姓男子他在主委站 一试和人罚车行车纠纷 差点撞到一名女子因为没有受伤 他不以为意继续往前骑 但没想到后方紧跟着十几人 没戴安全帽的青少年 沿途不断的恐吓叫嚣 不仅口出恶言还谩骂 狂按喇叭 双方就这样在捷运主委站 竹竹追了七公里到城路桥下 罗姓男子的儿子不忍附近 遭到十多名的青少年围殴 向警方报警 最后调阅路口的监视器 以车追人 找到六名相关人 导案说明 是说他们是因为行车纠纷 然后其中有一名犯险 因为女朋友被撞 然后心里不高兴 拿甩棍 殴打被害人 检方询问后 以伤害自己将黄绝线两名男子 寒送法办 不过只是行车纠纷 竟然把人围殴成伤 不得不问我们的社会 出了什么问题 接下来陈志宇我孟廷新北 采访报道 去里面的人 寻仇 小伙众